我們現在掌聲歡迎草民國小 掌聲歡迎黃山長 這個在這個呂潔老師的前面要講話 說實在實在是嘎嘎嘎嘎 滿腹精淪的老師 口才還這麼好 我們要講到別人比較難一點 這個我比較不感動 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讓我們台幸福輪社 然後跟呂潔老師的工作室一起 來到台東 為我們自己 就是盡一點連駁之力 那我們知道其實 花東地區一直以來都是我們 我們台灣的這個 基層棒球的搖籃 那我們也知道 雖然說 受到很多的關注 但是我相信 相對的來講 資源還是比較欠缺的一點 那我相信在地的所有的球隊 在經營上都很辛苦 那站在我們立場就是 我們能夠做得到的 我們大家就發想 我們社裡面的社員說 我們找個機會啊 到東部去看看東部的球隊 看他們有沒有什麼需要 那我們能夠做得到 我們就盡一點點多之力 那利用這個機會 我們也找到李傑老師 因為我們也知道李傑老師 對這個基層棒球的這個活動 非常的熱心啊 我們找李傑老師而已啊 李傑老師就說 哇哇哇 我也要來 我也要來 道歐演者 然後我們很開心 也請到李傑老師來 一起來支持這個活動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掌聲歡迎 李傑老師 來各位小朋友 然後台訓服人社還有校長 這個鄉長代表 然後這個 黃會長大家好 那這個為了不讓 黃會長覺得咧 講話講述我 所以我就少講兩句 對 我後來才知道 我跟這個黃會長 我們這個算同行 我們都靠講話賺錢 我是老師 他是律師 那當然非常感謝 有這次機會來到 台東長濱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剛才 會長有講過 台東花蓮地區 是台灣棒球的搖籃 但是相對於資源方面 跟都市的孩子真的不能比 但是為我們出國去爭戰的 往往就是從台東出來的孩子 那在這邊 身為一個資深的棒球迷 好 在這邊謝謝台東的鄉親 跟台東的孩子 謝謝大家 謝謝 李傑老師 謝謝 謝謝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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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客人 謝謝 謝謝 九十二點六 一百六十一 副學王是 高麗哲 你們還有沒有想看誰來丟一下 陳萬寶 來來來 一個國風大條的 好 陳萬寶 來 一個國風大條的 好 陳萬寶 來 陳萬寶 好 陳萬寶 第一球 這一球的球數 一百零五點二 很多人為什麼喜歡當補手你知道嗎 不是 在比賽的時候好嗎 好 你手二雷啊 球都沒有打過來在那邊唸五雷 補手他一直都有事情做 對啊 你怎麼叫我存在感 不要 各位 想不想看呂杰老師丟一下 加油 陳萬寶 好 陳萬寶 好 陳萬寶 來 師兄 師兄 這一球的球數 我們來看一下 一百零的第二位 好 陳萬寶 好 陳萬寶 哇 一球會瀬 會鑽進去一下 第一球的成績是 102.2 來你的第一球 六十四點三角 六十四點三 只有教練的一半 第三球 沒成真 不要緊啊 這個年輕人射箱 太遠關小 第四棒的第一球 來 速度喔 有嗎 也是一二八 也是一二八 好掌聲鼓勵 幫李老師加油 小朋友 加油 李老師加油 好 好 九六點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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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浪漫 哈哈 老師加油 好一二三點零六 好一二三啦 李老師掌聲 謝謝鼓勵 好 真的非常感謝 謝謝台青伯仁社 開一個女子 很開心 謝謝你們 謝謝 OK OK 謝謝 謝謝 各位網路的觀眾朋友 時隔五年之後 旅節的YouTube頻道又重啟了 那喜歡聊歷史的朋友 喜歡聊時事的朋友 喜歡聽旅節聊天的朋友 歡迎按讚分享訂閱開啟小鈴鐺 訂閱旅節歷史正極天下 散不歡樂散不愛 救命